微信为什么可以占用掉我们几十G甚至一两百G的手机空间 而且我们清理缓存 删聊天记录也清理不出来多少空间 就算把聊天记录都删完了 微信还是要占用我们几十个G的空间 这背后的原因啊 就是微信的代码写的连屎都不如 数据库存储资料通常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追求轻量化 搞个清新数据库 收到的文件都进行压缩 读取的速度是稍微慢一点 但占用的空间比较的小 第二种追求速度 那就是收到啥文件都给你新建个文件夹存起来 占用空间比较大 但是读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以为微信用的是第二种方案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微信独创了第三种方案 不管收到啥文件 我都给你建个文件夹存起来 要是在不同的联系人或者聊天群收到了同样的文件 你收几次 我就给你建文件夹存几次 你要是转发给别人呢 我还新建文件夹给你存一次 你转发几次 我就给你存几次 一份文件可能就给你反复存个几次 甚至是几十次 建这么多文件夹 反复存这么多文件 一段时间之后 那直接乱成一锅粥了 既占用了你大量的空间 读取效率还非常的低 这时候微信直接给你删个骚操作 一段时间之后 就直接把你收到的文件给你清理掉 你打不开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受过 微信聊天记录里重要文件显示过期的痛苦 要说微信真把这些文件清理了 给我把空间腾出来了 我也就忍了 可是微信压口就没删这些文件 只是它自己存乱了 怕用户提取文件要搞个大半天 显得微信很蠢 禁止你提取的文件而已 空间人家占了 文件你也别想看到 而这种机制又导致了更加恶心的问题 你在清理缓存 清理聊天记录的时候 其实大量的文件根本清理不到 可能你选择了一些聊天记录 显示你选择了十个G 清理之后一看手机 只多出来三四个G 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能写出这么狗屎代码的工程师 在人才市场要找个5000月薪的工作 估计都够呛的 但是你知道微信的人均工资是多少吗 2022年腾讯一份财报显示 微信不到11万名员工 三个月的薪酬总成本是273.9亿 估算下来人均月薪超过83000元 看到他们这么高的工资 我更觉得恶心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